可一旦认怂 那就守接证明方辰不是叛徒 思来想去他喊道 叛徒 不管你做何争辩 也都改变不了 你就是叛徒这个身份 和你这种叛徒打赌 有事我添交身份 他想以此糊弄过去 呵呵 方辰不屑地盯着崔玉 淡淡说道 连跟我赌的勇气都没有 你也配在这里指责我 也敢在我城门前叫嚣 说完 他守接抬腿 一脚向着崔玉踢去 碰 崔玉哪里想到 方辰竟然敢突然动手 压根就没有反应过来 守接被一脚给踢飞出去 狠狠栽倒在地 连续喷出漱口鲜血 差点腾晕过去 这一脚方辰可并未留守 崔玉至少没了半条命 而这一脚 也让全场寂静无声 众人不敢置信地望着方辰 没想到他居然又在天交阁内动手了 这检手 是没有把天交阁的规矩放在眼里 你 你居然敢动手 一位圣门弟子 举起颤抖的手 指着方辰怒道 方辰 你检手是没有把天交阁放在眼里 长老呢 赶紧杀了这个违背格规的家伙 可惜相信当中的长老并未出现 当方辰冷冷扫向他时 那冰冷的目光瞬间让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瑟瑟发抖 方辰淡淡说道 规矩 天交阁有规矩 污蔑他人是要受罚的 而此罚可由长老来受理 也可让本人来处理 我可没有违背格规 此话一出 全场再度激进下来 众人没有想到 方辰居然把规矩背下 怪不得赶那般嚣张 原来是早有准备 而且 这还能够证明 方辰并非人族叛徒 可谓是一举两得 毕竟天交阁代表的可是人皇殿 连人皇殿都证明 方辰并非叛徒 疯人叫再继续叫还 也就没用 方兄 年纪兄 还被他们给弄伤了 突然青眼说道 闻言方辰的神色冷到了极点 弄伤我的人 你们还真是好大的狗胆 这股寒气 伴随他冰冷的目光 盯向其余人 吓得圣门等人连连后退 满是惊恐 怕了 晚了 方辰冷冷说道 手中灵光转动 图结魔剑出现在手中 敢伤年纪修 那就要做好被我杀的准备 说完他一步步向前 那杀意滔天的模样 将不少人给吓破了他 方辰 你要干嘛 你要是敢杀我们 天交阁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别杀我 我就是听从崔允的命令行事的 我也不想这样的 救命啊 长老救命啊 这个叛徒要杀人了 我们都是天交 你是要让人族的气云大将吗 你不能杀我们 因为过度惊恐 他们嘶吼威胁方辰 想要让其冷静下来 但方辰依旧杀意滔天 这让不少人忍受不住 掉头就要顿逃 逃 往哪里逃 你们觉得还逃得了吗 方辰大喝一声 神魔之威笼罩住他们 想要逃的人 瞬间跌落在地动弹不得 不过他们话却是没错 天交阁是不能弄出人命的 但是有时候人会求死 那叫生不如死 他盯着他们 冷冷道 我会让你们知道 何为生不如死 话音落 他见魔之力 灌入精神力中 向着他们蔓延而去 纵然他们是天交 但精神力和方辰一比减手 就是天差地别 毕竟现在方辰连领海禁 也能影响到 加上刚刚方辰的恐吓药的 就是他们道心崩溃 更容易攻击 啊 当精神力洞穿他们石海刹那 来自灵魂的痛苦 让他们歇斯底里 他们只感觉天地一变 自己被困在魔域当中 无数恶魔 拿着刀剑边锤 疯狂地抽打着他们 这抽打的并非是肉身 而是灵魂 如此恐怖的一幕 让其他人 看得冷汗手流 满脸惊恐 不愧是方辰 果然够狠的 住手 突然一声怒喝响起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那是一位青年修士 一身长袍长相英俊 一头白发 手握两玉珠 正不断摆弄着 他怒视方辰 喝道 大胆 真当天交阁 没有人能够制得了你 敢公然动手 这一声中蕴含恐怖神威 瞬间将方辰精神力攻击打断 才让那些人 从地狱中逃脱出来 是邢昆长老 立刻有人认出了眼前长老 方辰神色平静 对于长老出现并不意外 他微微拱手 道 长老 他们污蔑弟子为人族叛徒 根据格规 但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邢昆打断 不管是什么原因 出手伤害弟子 就是不对的 给我跪下 话音落 一股恐怖神威 笼罩方辰 让其闷哼一声 腿微微一弯 差点真的就跪了下去 方辰额头汗水手流 双眼微微一眯 林海静六重 不愧为天交阁 果然随便一个长老 都不容小觑 但对方一来就对他施压 很明显是特意针对 既然如此 那他自然就不会客气 跪下 你也配让我跪下 行昆双眼微微一眯 但心中大感惊讶 没想到方辰居然能够承受住他的威压 要知 他的威压可是蕴含神力 就算是林海静前期都很难承受 更何况区区宗师中期的方辰 见没有一次性把方辰气势打到谷底 他也不恼 而是冷冷说道 方辰 真当在天交阁 没有人质得了你吗 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惹是生非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是我主动惹是 方辰冷冷反问 这话也让行昆一时语色 似乎每次都是有人主动招惹方辰 他这才展开反击 还真没有一次 是他主动惹是生非的 不管如何 这次你太过分了 而且有一件事情和你有关 你必须和我走一趟 行昆冷冷道 是 怎么 莫非长老还想要私行不成 方辰 你说话莫要太过分了 既然不是 那就说出来到底是什么事 让大家一起听一听 方辰道 行昆眉头紧锁 见众天交望来 知道不给个合理的解释 是不行的 于是道 方辰 你真是死到临头 还嘴硬啊 既然如此 那我便说 前段时间有一位弟子被你暗杀 他叫杀上公 方辰双眼微眯 杀上公自然是他杀的 但他可不会承认 长老可要说清楚了 我杀的 证据呢 行昆冷冷道 怎么 你真以为自己 将一切痕迹抹出得干干净净 就没问题了 别忘了 有些法宝可以回溯当时发生的一切 你杀弟子的场景 看得清清楚楚 还想要继续狡辩不成 如此斩钉截铁的话 瞬间引起众人惊呼 纷纷望向方辰 如果是真的 方辰必死无疑 在杀人风外杀同盟 这可是重罪 但在证据确凿面前 方辰神色依旧当然 那就将你所谓的证明拿出来啊 还是说 天交阁的长老 就可以随便污蔑人了 见他神色依旧平静 并无一丝怯怒 甚至语气当中 还带有几分愤怒 众人一时间拿捏不定 有觉得方辰被冤枉 也有觉得可疑 但最终 众人还是妄想行昆 只要他拿出证据出来 那方辰就百口莫辩 行昆脸色殷情不定 见方辰如此淡定自若 他都有些怀疑 杀上公是不是真死在其手上 不过这些都并不重要了 少爷的命令 是要将此罪 栽赃到方辰身上 如此对方就必死无疑 现在最要紧的是将对方带走 那他就有无数种 让其背下这条罪责 想到这 他冷冷的 想要证据可以 跟我走一趟吧 他也不再废话 手一抛 手中两枚圆珠 飞向方辰 想要将他强行拿下带走 方辰神色一冷 掌天灵出现在手中 准备催动 对方如此强硬背后 必定有人 那他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否则真被对方强行拿下 到时就真白口莫辩了 行坤 你要做什么 突然一道怒吓响起 一道巧影迅速逼近手中 一柄小剑急速飞出 与两枚圆珠碰撞在一起 轰隆 碰撞刹那 瞬间爆发恐怖于危 将附近众弟子 震得连连后退 方辰离得最近 好在他身穿阴阳天藤甲 立刻化作道道光照 将他死死护住 加上肉身本就强悍 更是影响不大 出手之人借此机会迅速逼近 怒视行坤道 行坤 公然对弟子动手 天交阁的规矩 你莫是忘了 来者长相绝美 身材火辣 正是天交阁长老南宫韩玉 与此同时 这里也陆陆续续赶来更多的人 其中 秦岩 虞蝉 项蝶 段步等顶尖天交 也纷纷赶到 还好 虞蝉见南宫韩玉赶来 松了口气 一旁秦岩见此狐疑地望着他 问 什么还好 虞蝉神色一将 但很快露出妖媚笑容 这不是赶上了吗 差点就错过这精彩好戏了 行坤见识南宫韩玉 神色阴沉 传音道 莫要多管闲事 我身后之人 可不是你所能够招惹的 南宫韩玉美眸一眯 手接道 我不管你背后是谁 在天交阁 那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不管你背后是谁 都没有人皇大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不敢置信地望着行坤 行坤脸色一僵 没想到南宫韩玉 敢当面说出来 这时他才想起 眼前这个家伙 可不是看上去那般聪明 是出了名的口手心快 不顾后果 否则以弃天赋 怎么也可能派来 守着天交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方辰有很大的嫌疑 我必须带他走 嫌疑 我可没有听说 长老殿有定方辰的罪责 而且 那弟子到底有没有死 都未能确定 你未免太心急了 南宫韩玉冷冷道 还是说 这时 方辰淡淡问道 那位弟子 是长老的私生子 此话一出 众人一愣 但随后仔细一想 嗯 还真有这种可能 否则的话 行坤长老 又为何如此伤心 不过他们也不傻 明白行坤长老 是要以此借口 拿下方辰 但听他那么一说 还是有不少人 忍不住扑斥笑出了声 行坤脸色瞬间亲子 死死盯着方辰 南宫韩玉 也是被方辰这句话给逗乐了 不由地瞪了他一眼 行坤明白 杀上公是无法再对方辰如何了 于是他只向崔云等人 道 公然伤害同门 此乃重罪吧 方辰淡淡说道 是他们先动手的 你以为我眼瞎不成 行坤怒斥道 他正是亲眼看到方辰伤人 这才动手的 没错 是他先动手的 长老 我们无缘无故 就被他打了 长老 这般的叛徒 留在天交阁 那就是祸害 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长老 圣门众人 纷纷开口喊冤 看看 这些弟子 都被他祸害成什么样了 行坤道 方辰神色依旧平静 但语气 却是突然浓重几分 他义正言辞 而又带有几分愤怒 手指更是紧紧握成拳 斩钉截铁地说道 或许长老真的眼瞎了 不应该是龙了 我这般努力修炼 是为何 明明可以在自己的周狱中 当第一天交 又为何 踏入天南狱 那都是 为了能够快点变强 为人族征顶 一战出一份力 哪怕是牺牲 那我也自豪 但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说 我是人族叛徒 这不仅仅是在羞辱我 更是在回我道心 试问 长老换做你 你忍得了吗 我知道心 是为人族崛起而修炼 说到最后 他用手狠狠敲打着自己心脏位置 为人族崛起而修炼 这话不断在众人耳旁回响 加上方尘那坚定 而又悲愤的模样 不知为何 众人看他的背影是越来越红 嗯 方尘一愣 因为他确实是感受到 周身突然出现红芒笼罩 突然 天空一道红光亮起 将方尘笼罩其中 这是大道祝福 我的天 方尘刚刚的话 居然引起大道共鸣 这是什么道 是中道啊 方尘那句 为人族崛起而修炼 引起共鸣了 这才是真正 我族中勇之人 居然被人说是叛徒 换做是我 我也绝对忍不了 说得好 更是打得好 这些人才是人族叛徒 居然要毁了一个 绝对忠诚于人族的天教 错愕和震惊之后 紧随而至的是愤慨 如此中勇之人 被侮辱为叛徒 怎么能够让他们不怒 如果真让他们得逞的话 那对于人族来说 减守就是巨大的损失 这咋回事 方尘自己 则是满脸错愕 他就是装装样子而己 难道就因为 刚刚他随便说出的 那句话不成 就在他错愕之时 猛然感觉大道之力 灌入体内 让他的境界和感悟 疯狂上涨 他盘坐在虚空中 仅仅三夕时间背后 出现一枚道文 此乃中字道文 中字道文光芒闪烁 紧接着一道光轮呈现而出 觉醒 二级道文 但还不仅仅如此 很快又是一道光轮 缓缓出现 觉醒 三级道文 大道刺服手 接送一枚三级道文 要知 一枚三级道文几经 是无数修饰毕生之梦想 而方尘却仅凭一句话 就几经得到了 这 这 纵然这里天才 都是来自于 三十二玉的顶尖天才 还是被深深震撼到 此刻他们 终于是有所体会的人 是这样的感觉 说实话 很不好受 也很憋屈 更有那么几分深深的嫉妒 但是次服还并未停止 伴随方尘周身灵气波动 境界首阶 从宗师进西虫 突破到了五重 小塔第二十五层开启 这一幕很短暂 仅仅实歇而挤 却是震撼着全场的每一个人 就连南宫寒玉 都忍不住捂住自己小嘴 满是不敢置信 你就算是再妖念 也不用妖念到这种地步吧 大道赐福说给就给 道文说 觉醒就觉醒 境界说突破就突破 你真是人 远处看着的秦妍 于禅 也是被方尘给惊住了 于禅忍不住道 秦妍 这家伙妖念吧 嗯 太妖念了 秦妍望向方尘的目光满是复杂 她自以为天才之间的差距再大 也大不到哪里去 但现在她终于明白 天骄之差 如天地之差 你现在后悔了吧 于禅再问 嗯 后悔了 秦妍下意识回答道 但紧接着却是一愣 问 后悔 后悔什么 于禅道 后悔不追求方尘啊 你要是成为方尘的女人 实力绝对也能迅速提升 秦妍脸一红 但这一次 她却没有说拒绝啥的 反而是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成为她的女人 于禅无奈道 我倒是想 也要方尘看得上我了 秦妍无言以对 为人族崛起而修炼 绝巨也 晚些赶来的三老之一 长老齐白神色激动 她对库林喊道 快 将这句话千里加急 送往仁皇殿 此话足以让人族之气韵再上一层 是 库林连连点头就要去办 可刚要走 就感觉到不对劲 等等 不对啊 我为什么要听你 赶紧去啊 乔姥姥忍不住催促道 见乔姥姥发话 库林再不爽 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老老实实地去了 南宫寒玉震惊过后 冷冷地盯着行昆 啊 现在他们 被打你还觉得冤不冤 公然污蔑弟子 也是罪还是大罪 或者是说 你也觉得 能够得到中道赐福的方尘 也是叛徒 行昆语色 能够说出那话 被觉醒中字道文的方尘 自然不可能是叛徒 那么他们受罚 也是情理之中 要是他再继续下去 反而是他坏了天交阁的规矩 在天交阁 不管是弟子还是长老 只要是违背规则 都将会受到惩罚 只是对于长老来说 规则会宽松许多 但这并不代表 长老可以胡作非为 尽管有一百个不愿 但他也只能道 他当然不是叛徒 那这罪你还判不判啊 南宫寒玉再问 不判 行昆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他冷冷盯了方尘 一眼就要离去 等等 但方尘却是叫住了他 干嘛 行昆冷冷道 方尘上前 与南宫寒玉并肩 但却不敢更向前一步 他道 请问长老 污蔑忠义之人 在天交阁 该受什么惩罚 这些人是弄不死了 但是弄一弄 让他们生不如死 还是没问题的 行昆一愣 南宫寒玉也同样如此 看来方尘并没有打算 放过这些家伙 好在这是天交阁 否则在外面的话 他们毫不怀疑 方尘会下死守 见其不达 方尘道 按照宗门规矩 污蔑忠义之人者 轻则入寒若山一月 重则一年 而他们污蔑的是 我武作天交之一 定级榜排行榜前五 得到忠字大道 肯定的忠义之人 如果不重罚他们 人尽世人皆知 又会是怎么样的想法 全场一片寂静 他们知道 方尘只是在报复崔允他们 但又觉得他说得十分有道理 单单是一句为人族崛起 而修炼便足够振奋人心 如果没有重罚 确实说不过去 行昆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方尘站立更占心 说多传出去 反而是他也会受到影响 你想如何 他问 简单 方尘道 送他们进寒若山 三年 我三层身份 按照天交阁规矩也正好 此话一出 全场惊呼出声 崔云等人 更是吓得脸色惨白 更有不少人 手接瘫倒在地 瑟瑟发抖 三年时间 那他们就算是活着 从寒若山走出来 只怕也要了半条命 而且 就算最后活着出来 只怕也会沦为天交阁末位 被手接淘汰离开吧 在天交阁修炼 时间就是生命 任何一点耽搁 都能让你被无数人 给甩到身后 看似 没有要他们的命 实则是要了他们的命 只是这个命中有欲 三年 你是想要毁了他们吗 行昆喝道 如果我没有 被大道赐福 被人定下叛徒之命 那我是不是也被毁了 他们能毁别人 那就要做好被毁的准备 方尘喝道 行昆语色 但很快又道 你现在不没事吗 呵呵 方尘冷笑道 怎么 难道要等到毁掉一个天才 天交阁才会做出惩罚 要是真这样的话 这天交阁 我就没有必要继续待下去了 全场愕然 呆呆地望着方尘 方尘神色冰冷 眼中满是木然与冷意 人黄殿如果无法还我一个公道 我方尘退出人黄殿 看着我这样证明 Did you think I know dead 他属于我身边的 天下 今组都在咱勒 你找个人的 我感惦了 你们